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习了 从P2P分配变量给模板 对吧 他说什么样的变量是从P2P分配模板呢 是不是动态的变量 给用户请求的变量 存在数据固定的变量 咱们用P2P取出来 然后扔给模板 在模板里享受的 这种用法基本上占到90%的应用了 对吧 还有一些个别的应用 比如说这几个大家看一下 什么呢 从配置文件读取变量 什么叫从配置文件读取变量 语言基本上都有这个特性 或者说软件都有这个特性 对吧 比如说你学过的哪个软件 没有配置文件 是不是很少 对吧 像麦比开始没有配置文件 对不对 因为它很小 它的配置就是在命中参数就可以了 传几个纸进去就行了 对不对 而像MySQL没有配置文件 有吧 P2P有配置文件 Apaq有配置文件 对不对 你学的所有服务软件都有配置文件 包括咱们做网站也有配置文件 比如改变用户名密码 把网站安装上 对不对 试试也都有 那配置文件是干嘛的 是让用户通过修改配置文件 可以改变软件的运行行为 是这个作用的 对吧 你不能说要用户调整一下软件的一些行为 要它改变代码再编译 对不对 那是不是很麻烦 所以留一个配置文件 是一个用户可以修改的一个接口 他只要修改这个 在软件重启的时候 把这个重新架带进来 软件的结构就根据这个改变了 就类似于函数的参数一样 对不对 通过存不同参数 还是不同的执行 那配置文件通过改不同的配置选项 那就软件行为就改变了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学的是 从配置文件中读取变量 学的是模板中读取配置文件的变量 而不是P2P中读取配置文件的变量 这两个区分开 因为P2P要读取你的配置文件的话 那么你改变的行为是P2P程序的行为 对不对 比如说数据库的用户名号密码 分页的个数 对不对 等等 那模板中从配置文件读的行为 那么改变配置文件是改变模板的外观 比如说页面的宽度 表格的宽度 背景颜色 前景颜色 字体颜色 字体大小 字体尺 或者字体什么 分类等等等等 是不是都可以改变了 对 一定要记住 从配置文件中读取的变量 是改变模板 也就是那个界面的外观的 嗯 就知道吧 那就看怎么去弄这个配置文件 对吧 首先咱要知道 配置文件我应该写在哪个位置上 对不对 嗯 那配置文件我随便在这写个 配置文件随便叫一个配置文件名书行吗 不写 所以第一步就要怎么办 指定一个配置文件的目录 可以废个 当然可以有多个 对不对 S吧 对不对 那我指定这个目录了 那你想象一下 我随便建的一个目录 程序就能找到配置文件在这里边 对吧 还是在程序里包含的时候指定了 都不是 我们需要在smarting 它有一个属性 看一下 西文FIG 看费 你看 是不是有个看费个DR 对不对 目录 对吧 我就不往上找了 再够到花花花里边 往上看一下吧 有没有 可费个DR 是这个属性 对不对 那我可以直接在初始化的这个文件里边 看一下初始化的文件 我可以直接按smart2的方式 怎么写呢 smarty 等于这个 然后指定配置文件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 当然它现在用的是smarty3的方式 所以怎么办呢 用set 西文FIG DR配置文件 目录 看到了吗 这里边指定 谁啊 route 下边的什么 西文FIG S 这个目录 对不对 这是 指定 配置文件 所在的 目录 对吧 好 第一步准备好了 那我们访问一下 看也能不能成功 我们把程序优化一下 因为原来上几个分配的变量 咱们现在不用了 这里边只需要写上就行了 不需要送PP分别的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模板文件 这是我们的模板文件 对不对 我们打开 里边这些东西 我们也不用了 上几个那种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第一步我们完事了 是不是在初始化里边指定的配置文件了 我们反问一下 出不出错 如果出错的话 说明我们写错了 不出错的话 说明我们这个 就对了 对不对 什么也没输出 没出错吧 说明我们只能对了 然后配置文件就看怎么写了 是不是在这里写 你可以随便命名 对不对 任意命名 比如说我叫做 这个项目 比如叫SYS或者SNS 点对吧 新闻F 另一家的配置文件都叫PenF 对不对 那你叫II叫什么名都行 对吧 你喜欢Windows的后缀 还是你意思后缀都可以 对吧 然后这里边 配置文件里边的写法一定是很简单的 用户都会看懂的 没有任何逻辑的 里边就是箭直对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RDR表格的宽度 比如说是10个像素 看到了吗 然后宽度是800 假如有个表格的话 对不对 BGColor背景颜色 比如说是RED红色的 不用加上眼号 就是箭直就行 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还想设置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比如说网页整体的颜色 比如说是蓝色的 字的颜色是蓝色的 假如说我就 还有什么 整体的BG的颜色 比如说是黄色的 就写这么几个字就可以了 配置文件是不是箭直对 对吧 那用户只要是改变这个箭和纸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边也可以使用 类似于这样的注释 对吧 然后写上每个属性是干嘛的 用户就知道了 对吧 现在这几个 那假如说我在写模板的时候 比如说BODY 对吧 BGColor背景颜色 我们用什么 然后呢 前景颜色 TST 我们用什么 斜杆 BODY 然后这里边 假如说有一个表格 BOR TBRE Cable 斜杆 Cable 然后 BOR DR 边框等于什么 宽度等于什么 但是位置也可以指定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 TR TD 在斜杆TR 然后这里边 表格的 背景颜色 BGColor 是什么 对吧 这边 还有什么颜色 不用让 BODY 一会儿咱们说 怎么显示这个变量 对不对 然后 TD 斜杆TD 里边随便有点数据 然后这里边 加上有多个表格 看一下 现在问题是这里边需要的变量 如果能从配置文件里获取 那我只要改变配置文件 我界面是不是就可以有了 对吧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能使用到这些文件 所以必须用模板中用一个函数 也就标签 咱还没讲到函数呢 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CONFI CONFI 下方线 LOAD 这个函数 加载什么文件 加载文件等于参数给它一个 叫做配置文件 SNS.CONFI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 我不用指定目录 因为目录前面是指定过了 对不对 这里边不用指定目录 它就能找到这些配置文件 那怎么使用配置文件中的值呢 前面就相当于变量 对不对 还是用这个标记 只不过 警号 用两个警号 PRP分配变量用刀刷符 配软件变量用警号 知道吗 然后写上变量名 比如说BORDR 这样的话 就会把这个变量的值 识读过来 看到了吗 这是背景颜色 那我就用一个什么BG 但是千万句不 可以加空格 但是不是像我们注视一样 我们注视 是不是 在挨着定界符两边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DEMO 两边的是星加的这个 对不对 而我们从配软件中读起的变量 是怎么的呢 看好了 从配软件中读起变量 是变量和边界符是绑在一起的 变量和边界符是绑在一起的 那我们这块都加上 比如说文本颜色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看一下 警号警号 什么 Color 对吧 边框的宽度 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Dollar 警号警号 BORDR 宽度 那我们就可以用 警号警号 什么 WIDTH 还有这块背景颜色是红色的 就是 简号简号 BG Color 好像前面 槽前 格号分色 我这会加一个 简号简号 BG Color 你看 这样的话 我就把配软件的变量都组进来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全没成功 是不是就可以了 现在用户只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就能改变机门外观 怎么修改 配置文件 找到 是不是这是配置文件 现在你想要什么有变化 当年可以修改什么 阴落改成什么 黑色 黑色 BLAC 对不对 应该差 很难看 对吧 那比如说 边块 我想改成 一个像素的 可不可以 那这个格号分色 改成耶路的 行不行 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都改变掉了 当然这背景颜色 这个黑色还是不太好看 啊 PIN 粉色 这还可以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用用配置文件的 概念对不对 但是还有个问题 什么呢 对于我们PINP配置文件 它是分区域的 你看啊 我们打开PINP的配置文件 看这个了吗 上面是个综合号PINP 下面都是全局的区域 你再往下翻 它都是分区域的 用综合号去分割 我先讲啊 别太快 有点太快了 你知道吗 你看 这跟日期有关的 下边的配置文件 跟字符编码 跟过率有关的 看到了吧 是不是都这分区域的 对吧 那咱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能不能分全局的 和局部的变量呢 也可以 怎么去分 看一下 在配置文件里边 如果写在最上边的 就属于全局的 因为咱们说 全局的就是网站的 首页二件边三件边 用同样的 对吧 比如说首页 我想用独立的 列表页 我想用独立的 内容页 我想用独立的 怎么办呢 这边写印带子的 首页上的 这边写列表页表的 这个名称随便起 对吧 比如说TH1E4J 你看 我这里边随便起几个变量 AA等于11111 看到吗 VB等于22222 这话是CC等于33333 DD等于44444 这话 EE等于5555 FL等于66666 看到这样了 对吧 这是区域的 这是全局整个网站通用的 界面 对不对 这些呢 是首页用这个 列表又用这个 然后呢 第三级面用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看怎么用呢 我就在下边 BR换一下 你看 这样 9号 9号 BR 123 4 6 A BB CC DD E 你看 你看我虽然写这几个变量 这块也有对不对 但这几个变量是读不可来的 有吗 没有 没有 全局的是不是读出来了 那怎么能读到 比如说我是首页的话 那我就在包含文件的最上面 当然你可以只能多配置文件 对不对 如果写在一个配置文件 就是这么写 一般的没有必要提供多了 对吧 那我在包含这个模板 Email的时候 我只要加一个什么 SECTL Section 区域 比如说我加上 index 表示我现在写的是首页 那他除了加载全局的 全局配置文件的部分 还会把首页再加载上来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呢 是不是1122 对不对 如果把那个区域改成3 除了全局加载 是不是3的部分的加载 你看是不是5566 对吧 这就是我们配置文件 那一定要知道 配置文件 如何设置配置文件所在的目录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如何在模板文件中 加载到配置文件 第三个 配置文件的格式该如何写 第四个 在模板中 如何能读取到配置文件中的面 对吧 第六个 配置文件什么属用 就是想要用户通过改变这个配置文件 就能改变一面外观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使用这种配置文件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课 我们从配置文件中读取编量 我们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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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